非洲竟然有三个国家 人均收入超过中国 而非洲最富饶的是塞舌尔 竟然是在远离非洲的海洋中 面积仅457平方公里 如此一个淡满小国 是如何实现贫穷到小康的逆袭的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冲突 动乱 杀戮 干旱 贫穷 一直都是非洲的代名词 是这片落后蛮荒土地的象征 但谁也想不到 一个不到500平方公里的岛国塞舌尔 竟然能打破欧洲全体贫穷的尴尬局面 它曾是非洲最贫穷的边角之地 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 现在却一跃成为非洲最有钱的国家 人均收入比肩江苏福建 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 从非洲移落到大海中的伊丽莎 到被称为印度洋的明珠 最后的伊甸园 塞舌尔的逆袭之战 实在令人惊叹 塞舌尔是一个位于印度洋上的群岛 土地面积狭窄 人口稀少 是非洲面积最小 人口最少的国家 和印象中的非洲国家道路泥泞 尘土飞扬 脏乱不堪的形象不同 漫步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市的街头 环境优美 绿树成硬 行人车辆秩序锦然 一座座充满异于风情的建筑 掩映在繁花绿草之间 象征欧 亚 匪三州移民的 海鸥雕塑点缀其中 形成了塞舌尔独具特色的 热带海洋城市风貌 典雅 平静 小巧玲珑 根据官方统计 2022年塞舌尔的国民生产总值 达到17亿美元 与建国初期相比整整提升了10倍 人均GDP高达1.7万美元 是中国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 如果论购买力的话 塞舌尔则早已突破3万美元大关 妥妥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甚至超过了很多发展一般的传统欧洲国家 是名副歧视的非洲首富 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 2022年塞舌尔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8 是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最适合人类生存和繁衍生息的国家 2014年塞舌尔更是被认定为 非洲唯一一个高收入国家 将非洲大陆的同胞们远远抛在脑后 富裕起来的塞舌尔政府并没有固步自封 而是不断加大投入 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更好地推动本国经济增长 首都维多利亚 已经建成了国际先进标准的集装箱码头 可以容纳各行船舶停靠 整个印度洋西南部的农产品 香料 海产品等 绝大部分都要在这里汇集 再运往各地 是整个西南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农产品 香料和海产品转运集资中心 和国际海运中级站 塞舌尔国际机场 拥有直达欧洲 中东 亚洲 南非的14条国际航线 年刻运量达到40万人次 成为非洲通往欧亚航线上最繁忙和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塞舌尔的国民福利待遇水平 更是直追很多欧洲富国 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和全面就业政策 政府还免费提供房屋贷款 以及各类社会保障基金 用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 塞舌尔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的投入 占到公共预算10%以上 全国10万人口拥有80多所各类学校 是整个非洲基础教育水平和实字率最高的国家 其国内18岁以下国内居民免出一切学习费用 对于优秀的学生 政府还可以为其负担一半留学费用 并提供奖学金作为奖励 和大部分非洲大陆上的国家比起来 塞舌尔既没有广袤无银的土地 也没有付得卖出来的矿产资源 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地理位置 它不具备任何优势 那么塞舌尔是如何做到经济腾飞的呢 18世纪中叶 法英殖民者先后看中了塞舌尔战略位置 在岛上修建城堡 开展殖民统治 不过这里远离贸易航道 除了能够种植椰子和少量热带经济作物 看海龟产卵和猴子字牙以外 实在是没有多少油水可捞 20世纪70年代 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 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扔掉了塞舌尔这个烫手山芋 很快就承认了它的独立 失去了宗主国保障的塞舌尔 不得不每年从拮据的财政预算中 抽出大把资金用于采购粮食 蔬菜 肉类和各种必需品 以满足国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岛上的工业基础也十分落后 除了少数的啤酒厂 木材厂和烟草工厂 基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项目 工业产值连国民生产总值的1%都不到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塞舌尔周边海盗活动十分猖獗 临近的索马里海盗经常光顾这里 对商贸航运和海洋捕捞带来严重损失 这些恶劣的条件导致塞舌尔在建国初期 经济水平始终停滞不前 成为当时非洲最贫穷 发展最缓慢的国家之一 但上帝还是为它留了一扇窗 作为一个群岛国家 塞舌尔拥有长达600公里海岸线 海洋专属经济区尤其可观 将近有150万平方公里 由于地处非洲东海岸寒流和暖流的交融的区域 特别是以浮游生物生长 也为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让塞舌尔成为著名的海洋鱼场 其境内拥有金枪鱼 石斑鱼等数十多种经济鱼类 其中又以黄旗金枪鱼最为出名 因其出众的品质 是世界各地老饕们 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真凶美味 而它因为深受欧亚市场的青睐 从而拥有不菲的身价 成为塞舌尔最重要的出口创会产品之一 为了完善产业结构 塞舌尔还在首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 金枪鱼加工和灌装工厂 以生产黄旗金枪鱼系列产品 和罐头饰品为主 年加工量达到三万吨 产品远销全球各地 并为当地提供三千个工作机会 塞舌尔还充分利用其前海大陆架 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 建成16个大型海洋鱼类养殖基地 年产鱼量占到了全国鱼业总产量的 40%以上 为改善海洋环境和鱼业资源的 可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目前塞舌尔每年渔业产值达到3.5亿美元 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从业人口占到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0% 成为塞舌尔仅次于旅游业的 第二大经济产业 塞舌尔虽然长期被殖民统治 但因为远离大陆 有难以开发的地理位置 反倒为它保留了原始朴素的自然风貌 这里拥有了一个热带岛屿 应该具备的一切美好特质 灿烂的阳光 蜿蜒的海岸线 澄澈的海水和经营劈头的白沙滩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和珍惜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塞舌尔的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 成为世界各国旅客向往的 热带旅游度假目的地 被誉为全球旅行者的天堂 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旅行指南杂志 孤独星球 更是将塞舌尔列为 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 早在1982年 塞舌尔政府就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的旅游资源优势 于是将发展旅游定为经济建设的重点 为了提升竞争力 塞舌尔加大了对交通 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并积极引进外资 和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提升当地酒店和服务业水平 塞舌尔还为自己量身定制了 塞舌尔印象的旅游品牌 通过投放广告 与各国旅行机构合作 不断参加旅行博览会 提升塞舌尔旅游知名度 吸引了全球游客前往打卡 很多社会名流和上层人士 也以到塞舌尔观光度假为荣 塞舌尔还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 通过划定了禁止捕捞区域 禁止破坏珊瑚礁 建立自然保护区 和国家森林公园等 多项环境保护措施 来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和旅游资源 目前塞舌尔将近50%的国土 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 不允许任何机构和私人进行开发 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绿色旅游文化 靠着这些措施 塞舌尔的旅游业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也带动了本国经济快速增长 成为该国头号经济支柱产业 每年为国家贡献近70%的GDP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 也改善了当地民生环境 虽然塞舌尔是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弹丸小国 但却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始终与中国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19世纪80年代 第一批华人移民 从毛里求斯兼聚到塞舌尔 通过与当地人的同婚 华人的后代们 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 成为塞舌尔正式国民 其开国总统詹姆斯曼卡姆 其实是广东顺德的华人后裔 因此他拥有一个非常忠实的名字 陈文贤 塞舌尔独立后的第二天 曼卡姆就宣布 与新中国建立大事级外交关系 也拉开了两国友好往来的序幕 2011年 为打击海盗 塞舌尔还试图邀请中国进驻军队 建军事基地等 虽然中国并没有同意 但也证明了塞舌尔对中国充分的信任 塞舌尔以亲身经历证明 只要找对方向 用对方法 自强不息 即便是最不起眼的贫穷小国 也能逆袭成为非洲之光